美国呼吁将其释放 近期 习近平利用中共在军队中的监督系统对军方高层进行严加管控 中共中央军委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对主要领导和党委班子监督的意见 军方宣称 这是聚焦对主要领导和党委班子监督制定的首个专门文件 11月8日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第一天 中共军方喉舌《解放军报》刊登评论文章 以强有力举措 管好管严 关键少数 军报评论认为 对于军队中的所谓主要领导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 强调 要抓得紧而又紧 管得严而又严 要把对主要领导监督作为重中之重 对主要领导要开展日常监督 巡视巡查等等 从中共军方这些表述可以看出 对这些军队主要领导的监督是如此的严格而不留情面 令人怀疑中共军队高层中是否出现了什么问题 此前一天 人民日报在其头版同样发表评论员文章 推动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 显示习近平要对军队采取大动作 文章中的一段话耐人寻味 习近平发问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 能不能拉得上去 打胜仗 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 指挥打仗 人民日报称 这是人民军队必须回答的时代扣问 这段话其实内涵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习近平最担心的问题 同时也是他要对军队进行大整肃的根本原因 在关键时刻 军队能否听从习近平本人指挥 10月22日 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 以假议在治安册中所称 乱治最大隐患在诸侯 强调 军弱陈强的颠倒关系是汉氏的心腹大患 如不加紧致力 马上就会天下大乱 来暗喻中共当今政坛 发出应该削弱诸侯 维护所谓的中央权力的至高权威的信号 或许可以解释习近平为何要对地方军中的各路诸侯 抓得紧而又紧 管得严而又严 分析认为 通过治安册可以看出 中共政坛重重黑幕之下 处处暗流涌动 震天马屁声中 各个心怀鬼胎 习近平严管削弱各路诸侯 必然会触及其根本利益 引发深层矛盾 习近平向各路诸侯开刀 后者是否会安心被削权 双方的内斗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为期四天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昨日起在北京开幕 这次会议被认为将确立习近平的历史地位 颂扬他的功绩 以便其打破惯例 在明年二十大后继续连任 新加坡海峡时报引述中共内部消息指 习近平准备在会上确定新的接班人制度 海峡时报11月8日刊发题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考虑新的继任制度 以挑选继承人文章中称 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历来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都与接班人有关 习近平打破了旧的继任制度 他将不得不建立一个新的继承制度来解决接班人危机 报道引述一位匿名中共党内人士的消息 对习近平来说 旧的继任制度是不合理的 他不愿意让已经95岁的江泽民或江满78岁的胡锦涛来决定自己的继任者 目前 中共领导人已经秘密敲定了一个政治继任框架 据说 将在二十大前确定 尽管到时候可能不会对外公布 根据习近平初步确定的框架 他可能不会仅指定一个继承人 而是在明年二十大提拔多个下一代领导层进入常委会 测试他们的忠诚度和政治敏感度 报道还点名五个可能被习近平相中的人选 他们分别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 中共中办主任丁薛祥 中共副总理胡春华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以及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目前 中共党内博弈进入最关键时刻 不排除上述消息有派系在放风的可能 法广引述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的分析 习近平能否顺利连任 目前仍有悬念 旅美政治学者王君涛则对法广表示 你可以说没有悬念 他就一直独裁下去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另一方面 又有很大的悬念 因为这种体制下 独裁者要被推翻的政变 都是突发事件 是事先想不到 看不到的 能看见的部分都被独裁者事先采取措施 消灭掉了 而且 事先看这个事情发生的概率很小 但独裁者在历史上被推翻的又很多 事后看 这又是个大概率事件 所以 独裁者很不安全的原因在此 江西南昌驾驶马上拉蒂的罪嫁女事件持续发酵 她的真实身份被曝光 大陆搜狐网11月8日披露 该女子名叫松华 30多岁 山东人 至今未婚 她此前是一名空姐 江西银行专门招来做公关的 松华的银行业务并不精通 去年挂职高新区支航行长助理 网上还传出多张松华的照片 她曾多次在银行公开活动中露脸 11月6日晚 江西南昌夜间酒驾直播时 松华驾驶一辆白色的马上拉蒂被拦截 她一度拒绝配合检测 17分钟吹了66次都没成功 网上曝光的直播视频显示 松华被截查后并不显得慌乱 反而一赛对交警说 叫于伟过来 并试图用手机打电话 一名交警阻止她打电话 并警告说 这是全网直播 叫谁都没有用 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你 说出任何人的名字都是害她 但松华仍多次喊出于伟的名字 并轻描淡写地说 叫她过来 报道说 松华出事之后 第一反应不是承认自己的错误 也不是解释缘由 而是打电话叫人 显然 在她的认识中 没有什么事是不能靠外力和特权摆平的 网友猜测 于伟应该是当地公安系统 某个级别的领导 根据百度百科显示 江西省南昌东湖区政府副区长 区公安分局长名叫于伟 1968年11月出生 江西南昌人 还有网友爆料 于伟2014年曾被公众举报 他在担任疾毒支队长期间 勾结南昌市四大黑鹤势力 给重大制贩毒集团充当保护伞 至于他最终有没有被调查 不得而知 酒派新闻11月8日报道说 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工作人员 否认孙华与于伟有关系 但网友质疑 南昌市公安局是在有余推脱 要查到于伟的身份其实很简单 新浪网友留言说 第一 看看他手机通信录里有没有叫余伟的 第二 查查他车辆以前的违章是怎么消除的 总是喜欢看评论说 要查是肯定随时能查出来 但是不会就去轻易报道出来的 据美国之音报道 台湾国防部11月9日发表2021年国防报告书 披露中共在过去一年内派遣高达554架次军机 侵扰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 台北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紫云指出 该区域每年有170万架次的民航机 相当于搭载5亿人次的乘客 在此区域飞行往返 供机扰台和在台湾周边水域的频繁军事演习 已经严重威胁亚太区的飞航安全 除了常态化的武嚇 该报告书也首度增列章节 阐述中共操作灰色地带战略 企图用非军事手段的威胁来改变或挑战两岸现状 以实现不战夺台 该报告指出 中共近年积极提升网络作战能力 平时以情搜及盗取资料为主 掌握关键节点建立攻击清单 战时便能破坏攻击台湾的关键基础建设及指管系统 以瘫痪军警的防备 治安及政府的运作能力等 根据该报告的统计 2019年至2021年8月间 台湾民网防护设备侦测到异常次数达14亿余次 若台湾国防部为及时防护恐演变为严重的害亲行为 该报告称 在认知作战上 中共已影响敌军心理意志及改变思维为目标 发动对台新战 以削弱军民抗敌和防卫决心 并夺取舆论主导权 散布大量迅速产生 可多元管道传播 真为混淆的假讯息内容 此类作战的场域在网络空间完全不受时空限制 苏紫云说 面对中共的灰色地带威胁 台湾可以采取相对硬的灰色贺阻来反制 在不开战的大原则下 台湾要尽力划清底线 并明确宣告 只要中共跨越底线 台湾必定做出最严谨的防卫行为 展现出不怕冲突的态度 苏紫云认为 美国近年来对台军售频率增加 美国军舰几乎每个月都会高调宣布 通过台湾海峡 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CNN采访时 也证实美军在台协讯台湾军队 这都是美国版的灰色贺阻 因报道武汉封城疫情 而被当局判刑4年的公民记者张展 近期生命垂危 引发全球关注 11月8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在例行媒体简报时 对张展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表达深切担忧 他表示 在张展去年12月遭到判刑后 美国与其他外交使团一再对他 被任意拘留与拘留期间的虐待 表示严正关切 美国在此呼吁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 并呼吁北京尊重新闻自由 与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在中国民间 一些民众自发组织声援张展 却被限制人身自由 据民生观察网报道 河南商丘市民史庆梅用真名声援张展 据传 他已被当地警方带走 目前下落不明 山东早庄网民李玉 近日发布了舅舅张展的推文 而他本人的微信朋友圈定格在了上月底 当时有地方驻京办的工作人员联系他 随后他就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此外 中国维权律师谢阳近日计划前往上海探望张展的母亲 已经订好机票 却被无理阻挠 警方上门警告无果后 就在他的健康码上做手脚 让他无法登基 同样 因揭露武汉疫情而被当局打压的公民记者陈秋实 11月3日发推特称 我本想这两年攒点钱给张展的家人 但知情的律师告诉我 张展的家境挺好 并不缺钱 只是他的身体最近更加糟糕了 虽符合保外就医条件 可是律师却无能为力 我在杭州参加拳击训练营 房间对门就住着警察 权管门口每天都有警察蹲守 我真心希望他能得到人性的关照 如果他有了生命危险 我们都是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